那么从欧路哲学里也能够得到类似的理解 但是呢我先把这个前提铺去一下 就是这个自由作为幸福程度 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等程度的感到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幸福 于是这公共政策具有了合法性 是不是那么在幸福和自由之间 我们知道华尔克已经说过咱们不相当 那么所以我们先把自由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我们先去追求公共政策的最终的合法性 就是每一个人的幸福是不是 就是happiness不是暂时的快乐 就是回到古希腊的看法 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运用 调动这个欧洲大陆的思想资源 那就是我先把康德碰过的 因为已经说过一遍了 那就是黑格尔在这个法权哲学上或者是法哲学里 说到的这个 我刚才在这个反动片里只说了自由意志的 自由意志这事是他们那传统里头 自由意志的第二次选择是等度自由 各位可能看见那篇堂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自由意志第一次选择是什么呢 黑格尔在法权哲学里说 自由意志如果什么也不选择 你就想你是自由的 那当然你是自由的 你是有空虚的自由 什么也没实现了 所以他的第一次选择是 为了落实一部分自由 你必须放弃另外一些自由 你就选择爱 你不能老胡的空中 那就是纯粹的可能性 用黑格尔的话说 你是纯粹的可能性 你说我可能成为一位爱因斯坦 可能成为一位这个马克思 或者是小故事 那都是所有的都是可能性 那你为了落实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 你要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金融历史 只有黑格尔能说出这句话 因为他对康德的批评是基于历史观的 那么从法德学这本书里面 第41节我们找到了这段话 就是个人自由 或者说是自由意志的第一次选择 就是这种选择 就是你要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好生活 是不是 是美好生活 关于这个思路 到了今天呢 在98年 有一位女性的伦理哲学家 是从欧洲大陆的传统里走出来的 叫做Hever Admins Hever 他2004年受骗 受骗成为 阿娜阿轮特讲座教授 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 那么 他这本书里面呢 定义了什么是美好生活 你想想 你的第一次选择 是要选择一种美好人生去过 然后第二次选择 你选择 你去判断 你这样的选择 追求你自己的美好人生 是不是妨碍了 其他人的等度自由呢 其他人也要追求美好人生 两个都要当这个 比如说 首富 他只能有一个首富了 从逻辑上说 对不对 所以就要发生竞争关系 所以等等 这是第二次选择 但是第一次选择 就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Admins Hever呢 就来定义 哲学上 从文理哲学角度 美好生活应当包括哪三个要素 所以我们叫做 美好生活的三要素 美好生活在今天的西方 话语里边是一个很时髦的语句 你们从新走派的故作里 都应该能找到 比如说 Charles Taylor 都可以找到 那么他的英文叫 Good life 这是一个很 很强的 相当 我不知道 相当强的 justification 伦理的 道德的 这个支持 你说 我要美好生活 那这 别人不说什么了 比较强 那么 Heller定义 美好生活的三个要素呢 第一个就是 个人的充分发展 就充分的发展 这有点像 斯林达 就是培养你的各种机能 全面发展你的机能 这是第一项要素 所以就是 每一个人的资源秉赋 必须得到充分的利用 每一个人的 这是我们经济学术语 每一个人的资源秉赋 Indowment 必须能够 在这个社会里 在这种生活里 得到充分的调动 你是音乐天才 你就成为音乐天才 或者尽量成为 你是数学天才 你尽量成为 让你成为数学天才 这是充分发展 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 就是justice 正义 有点正义 第三个 这不正义不说了 又复杂又简单 第三个维度呢 是 情感 它叫做这个 emotional involvement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情感关系 这Heiler非常壮盛 作为 你想想 如果特别冷酷 林先生那天也说 齐方说 如果人和人之间 没有情感关系 没有任何情感 就冷冰冰的 这不是好生活呀 这生活不舒服啊 是不是 所以呢 Heiler把这个作为 美好生活的第三要素 然后 我们才可能理解 那是为什么 老在这 就说你 他是很 他是批评 把这个社会主义 曾经在一段章里 说中是 愚蠢的 就是理论上 一无是处 实际上是愚蠢的 他是最激烈的 计划经济的反对者 但是他在每一篇文章里 都在批评自由 这件事情 也不是批评自由 就是反思自由 这是去世之后 有一位 也是这人 后来到MIT 当然很重要的一位 学者 经济学家 他发表了 这个芝加根大学 因为Night就是这儿的 一个纪念文章 就是作为这个 Night在自由主义 传统中的 这个位置 这里边 你看 一开头 我就 我就大致翻译一下 这一文了 就大致意思是说 Night是如此的一种 复杂的心灵 这个subtle 一种复杂和这个细微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一下 这一道翻译 我就犯愁 就是subtle 细微的 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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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微的思想者 尤其是在政治哲学 这个领域 这个课题里 政治哲学 人家这本书 是政治哲学的 为主的 尤其是在政治哲学 这个领域里 然后呢 以至于 他 然后另外一个 看完 另外一个 我想翻译 就是说 Night之所以没有 你想 他著述的 最 最 最有创造力 原创性的文章 发表了 1920年代到 1940年代 我们知道的 最著名的著作人 1921年 他的博士论论 发表了 这篇 那是1929年 然后后来 最后还有 影响了阿罗 博士论论 那就是 不可能性定理的 创业人 阿罗 如果您 应该知道了 各位都应该知道了 影响了阿罗的 那个不可能性定理的 1944年 这么长的一个跨路 正好是 社会主义大论战 时期发生了 对吧 30年代的大别问 他为什么不参加 这里有一个解释 说他太好奇了 就是他对于 这些根本问题的思考 被吸进去了 以至于他完全 不能 他几乎不能 都被这个社会里边的 evilness 给吸引过去 他不参加 没工夫 奇怪了吧 你再思考上学者 他就一下 放下手中的笔 鲁血可以放下手中的笔 还有其他的人 都可以放 因为放不下 我的书中 我就去革命了 或者拯救这社会 他不 他掉一眼口 他就 他就拍头了他的事 所以他 我们在大别问的文章里 没有看到他 只是在他后期的文集里 他才出现了 这是两个要点 这样子 这样子就才可以进入 那次这个29年文章的第一段 当然我们又没有时间 主席解读这段 然后呢 我们先看 他在开篇 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虽然题目是 作为事实的自由 和作为公共政策 判据的自由 但是他在这儿 首先引入 什么是善 更 这是当然是 后来1903年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 发表的时候 的第一主题 对吧 伦理学讨论什么是善 当然摩尔还有另外一个 什么是善的行为 那么什么是善 这是伦理学的维度 那是主要关注的 跟自由相关的维度 然后另外一个 重要的维度是什么呢 是社会政策 怎样 怎样被 什么样的社会政策 被什么样的政府部门 实施的社会政策 才能够 最大可能力实现 理想善 这对应着后来 不是后来了 比奈克更早的 这个建交学派的 摩尔的第二位命题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 对后来的70年的 伦理学的研究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在73年一天 这个 这个 伦理学 学家 马格雷斯 很著名的伦理学家 他写文章 纪念 这个摩尔这个 伦理学原理发表70周年 他说在过去70年 只有这一个主导性的因素 就是摩尔伦理学原理的 preface和first chapter 这个那么短的前言和第一章 主导了后来70年的伦理学研究 以至于 以至于摩尔这本书的其余章节 都安对的 没别人读 就不用再读了 就前面一 这几句话就打中你了 完了 但学者就不再往下看 那么这样呢 奈克显然是 在这个传统里面说话 就是第一件事情 要处理的公共政策 什么是善 什么是善 大写的善 看见没有 更大写的 然后是如何落实这个善 第二类问题 在摩尔那 是第二类问题 就是服从因果律的最好行为 是什么 这是摩尔要界定第二类问题 他在这 奈克在这要界定的是公共政策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怎样的公共政策 用什么样的方法实施 由谁来实施 能够落实人们理想中的善 这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 合法性建立 合法性的困局 而不是自由 在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英文 我们你可以从翻译片上自己看 字也太巧 这个 它区分了 经典的区分 就是高级的快乐 和低级的快乐 和 动 动 动这个 抽象的善 这三个概念 然后呢 在 很长的篇困 我自己看这些 英文字 我就觉得 几乎每一页 像这角度里边的那首诗 我觉得每一页都足够讲一小时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过这个英文 甚至没有时间讨论 我用钢笔画出来的那小 那一小点英文字 英文字 我们只能说这个绿的我的中文 就是在这两 在这右边的这页里 他讨论了实施善 也就是公共政策的公立主义的个人主义原理 这是从边亲 小密尔 然后刚才说的 斯林赛 这个英美的很多 传下来的 然后呢 批评了这种公立个人主义的政策基础的弱点 虽然肯定是个人主义 可以 可能 正确 可能 可能达到善的实施 但是有极大的问题 下面 下面就是讨论极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大问题就是 自由和权力的关系 在右下角 有一个角度 自由和权力 这不是话 是power power power的 如果各位 读这个达尔的 导论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在政治哲学里面 我们把权力 把这个力量的力 这个权力 简单地借说成为 对他人的影响 这就是power 比如说文化的权力 那你说 甚至哈耶克对比其他人的影响 那都是一种权力 是思想的权力 或者是说 很难办 所以这权力和自由之间 有一种复杂的关系 那是几乎 在我读过的经济学家的文章里 它是 它是最早也是最 最深入地探讨这个 这段概念之间 找关系的 那 我都标准乱七八糟了 尤其是这本书 第364页 这他一开头 那你还得 还得买这本问题 这问题很便宜 我当学生的时候 9美元 其中5美元是油费 因为什么呢 Liberty算 免费几乎给你 给学生 是不是 所以你就能买到了 买到由仔细看 这一定要看一辈子的有数 所以呢 话都关系都要到了 不关了 但是不关怎么样 这里边很复杂的一种关系 他自己也没想清楚到这口 他总是提出更多的问题 多于他能够解答的问题 这是耐着的 刚才你上今天文章 他在课中 那就是说 自由 我给你稍微翻一下 在右边的 后边说 详细论证 第361事业 那么这段呢 只是说 自由 我们从来不抱怨 很少有人抱怨 由于没有长翅膀 所以不能飞 所以 我被剥夺了自由 没有人被这么抱怨 是不是 所以自由不止那个 不是相对于 这种不自由而言的 自由 自由是指 被剥夺了 我本来具有的 行动能力的 那种状态的反面 对不对 自由当然是相对于 coercion 就是被强迫 或者不自由的感受 但是我们才能抱怨 我们在什么条件下 抱怨那种不自由的状态 不是因为我没打车了 不能飞我们就 就不自由 我们不抱怨 我们是抱怨 我们原有的权利 原有的行动机能 原有的 感受幸福的那种 私人在说的机能 被限制了 或被剥夺了 这时候我们抱怨不自由 在讨论中国的 应该不应该 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 最初的两位 学者 在电视上 公开言论 一个是社会学家 叫郑也夫 一个是经济学家 叫樊刚 樊刚是同意 发展汽车业的 他的理论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就是 你凭什么剥夺 普通百姓 买汽车的自由 这很强 那种很强 结果 赵也夫 受一下 没转了 他只是说 环境啊 环境 或者中国不是 你怎么知道 我是站在赵也夫那边 但是 经济学家不服啊 是不是 最后开始发展起来 灾难性的汽车工业 这是 今天我们看到了 后果了 那么 在这呢 麦克就 直接找到说了 当我们说 自由 受到干预 或者被剥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指 我们的权力 每一边都有权力 我们的power 被剥夺了 这就复杂了 在这个角度里面 就开始地平 自由主义者 以前的问数 当然是耐了个人的看法 以前的问数 尤其是边亲 这样的公立主义 的自由主义分子 最大的问题是 是没有看到 自由和权力 这个力量和力 之间的这种 内在的联系 所以 当你要求 每一个人的 最大的自由 而不是最大的幸福感的时候 你就出了问题了 所以在这 自由已经不能够作为 政策的基础了 然后 把这个 观点再往下推一步呢 他就提出了 今天中国读者 非常熟悉的 一类现象 就是权力的累积 这因为权力 在初始 是分布不均等的 有些人 这儿呢 那是经济学家 他格外强调 财富的分配 不均等 公立主义者 边亲的这个 思路上的公立主义者 从来没有过问 这个 自由交换的前提 是每一个人的 财富的 就是财富在 社会人员当中的分配 这个分配的 合理性在哪 如果初始的财富分配 就财富 我们知道是存量 收入是流量 对不对 收入是当年的 财富是累积的 你有一座 房产 那是财富 对吧 你的工资那收入都不一样 每一个财 一个人有了特别巨大的 庞大的财富的时候 他的影响力 也就是他的权力 当然 这就是不论证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 他是 证比增加的 然后他用了 他如果初始的财富 或者初始的影响力 或者初始的权力 或者是用现在的术语说 初始的 就是讨价还价的 权力 能力 就远远高于对手 他们自由贸易的 那个对方的话 那当然他可以 政策今天已经有数学论证 他当然可以 让对方自愿签订一个 包身工的合同 怎么了 他自愿 他不违反自由贸易的理论 对不对 自由市场的理论 然后 就出现权力的积累过程 这个 他的财富多的那一方呢 就有更多的财富 财富少的那一方 你可以说是相对平均化 或者说是 这些 我不管 这些人有争影 总之 耐克在这儿几乎是 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你们再读英文 读我画出来的英文 就是权力的积累 终将瓦解 经济权力的交换秩序 什么是经济权力 那个利益的利益 什么是经济权力的交换秩序呢 这是在今天制度经济学的 经典术语理边 任何交易都是经济权力的交换 这就各位都很熟悉了 经济权力 这个巴尔 巴尔定义过 由三要素组成 当然张武昌后来说 这是他定义的 所以在口语 在一个学校里边 谁很难说 是谁最早发明的这个事 这个 总之是有三要素 是吧 users right income right animation right 那么这些都是很熟悉的 知识经济学的经典的术语 那么 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的正常秩序 终将耐克认为 终将被 由于我们没有讨论 初始的财数分类的合理性 很平凡的一个词 叫starting policy 今天在数理经济学 在Igworth方法里边 我们叫做indowment 是不是 交换的出发点 合理性是什么 凭什么我们从这一点出发 做交换 就是这一个问题 耐克的反思 产生了阿罗不可能性定义 不是 产生了阿罗的第二定义 就是福利经济学 第二基本定义 以及后来的第三基本定义 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义 这个下一讲才能说到 就是盘问 盘问 初始的资源禀赋的配置 应当如何 这是一个规范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的 在一个符合我们应当如何的理想状态下 这个交换的秩序 自由交换的秩序 可能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自由状态 不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自由 当他说可能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 他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义 福利经济学我们知道 现在教科书里只有两大基本定义 这是第二基本定义 但是呢 没有回答什么是不可能的自由 这是阿罗不可能性定义 回答的 这样 那就在这一系列的问题里 开始反思市场过程的初始状态的权力结构 它的道德合法性 然后呢 结论是这个 就是现实经济的差异 每一个人在现实经济过程中 祖祖奔贝 大概二十代人之后 你就看出来了 有的人巨富 有的人是赤兵 怎么回事呢 可能一开始巨富的那人就是不喜欢钓鱼 就喜欢种田 那是兄弟俩 那不是那个 这个 那二代之后那位孙子赤兵 因为他那二十代之前的祖先就喜欢钓鱼看天 他不喜欢种地 他人个人天后 结果地就一块一块钱卖出去了 为了买钓鱼班 比如说 完了 最后就那边是地图 这谈判权力一点一点不均好 最后导致赤兵的状态 所以现实经济差异取决于人们的初始权力结构中的差异 那他提出两个重要的动力学因素在右边 就是遗产问题 这遗产问题非常有争议 小故事呢 是试图取消遗产税 但是呢 那他作为一个应该是共和党 我不知道林先生了解美国政治 应该是福利德曼他们的老师了 应当是反对这个 应该 他当然是主张遗产要收拾 他在这儿的经历上是这样的 因为遗产造成了下后辈人的权力的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 走进幸运不幸运 不确定性 这是因为他的国家论文就处理了一个 完全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 不是风险 这是两大动力学要素 然后这是后边的问题 这样我们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 就是这个 那他在这条章结论 就是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关于 是否自由的主观感受 这点都是主观的 这主观感受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我们个体的道德观战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 道德观战 这他已经论述过了 所以在这做结论 那么 自由就无法 给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 提供客观标准 因为这不相冒 各位逻辑上没绕过来 慢慢绕啊 我再往这点 虽然 虽然 为了避免主观主义 或者相对主义 我们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公共的 公共政策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 虽然后者可以避免对公共政策 做道德判断 使出现的主观主义 或相对主义的陷阱 这一座相对主义 你找的也是很糟糕的 就是虚无 是不是 虚无 价值虚无 什么都行啊 你腐败腐败 没关系 我也腐败 明天抓就抓就 下一位我还能出 就这种 所以就完全没有 没有道德判断 没有了 没有了 这公共政策就乱了 这时候呢 这个结果 阿罗在博士论文的角度里边 引用了 于是呢 给阿罗很大的启发 就是如何 把这样一个耐克式的深刻观察 给抽象 给描述成为一种数学表达 逻辑的表达 于是可以用 用逻辑 分析 得到一些 很一般的 很广泛的 不可能性的结论 这样呢 就是下个那段话 就是阿罗呢 就引入了 个人的价值偏好 这个明天会介绍 详细介绍 就是 每一个人 由于我扑序了 我已经介绍过 亚当斯尼的无偏 充分知情 以及同情心的 那个观察者 他的那时候的偏好 就是 如果你是满足了 亚当斯尼无偏观察者 和 这个 有个人的道德判断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偏好 偏好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 可能状态中 你觉得状态假 就比状态仪更重要 状态仪就比状态仪更重要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无穷无敬的排列下来 那么阿罗呢 就引进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 Taste 那是仅观设 个人消费品的选择的 那叫Taste 就是你的品味 你喜欢吃原来菜 那行 你更喜欢吃老婆菜也可以 这是你的个人的品味 这个和价值无关 还有一个偏好呢 他说叫做Value Taste and Value 每一个个人 都有这两类偏好 两类偏好 当你涉及 公共政策的论证的时候 比如你要投票 支持哪个 公共政策 修一条高速公路 对吧 路过你们家 你应当被假设 就是在理论上 你被假设 仅仅使用你的价值偏好 来投票 而不是把你的私人利益带进来 个人的品味带进来 来投票 这是从私密开始的一个 政治哲学的传统 社会哲学的传统 很重要的 所以阿罗受到这段话的启发 引入了这个个人的价值偏好 来刻画个人的道德判断 于是呢 只要给出来 价值的排序 每一个人的 一切逻辑可能的 价值的排序 哪个价值排序 更有道德 更好 阿罗就不投了 因为这不是科学的问题 不是逻辑学生解决的问题 他就可以开始 他的逻辑学生工作 这是他们的妙定件事 一个系列 找到了系列 后边的事情 就是数学 不深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来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 这个偏好序 我们说 ABCD的一个价值排序 那么 社会 社会 下次我们强调介绍 什么是社会选择 那么这个社会选择 可以用一个数学的算子 来描述 他集结每一个人的 上 上述的那些价值偏好 然后得到一个输出 输出 输出一个公共政策 这个公共政策 这公共政策呢 就是 比如说宪法 Constitution 宪法 对吧 阿波事实上 在第一版的 博弱文的 这个第一章里 就把这公共政策 叫做Constitution 社会的扣成 基本的原理 因为这是我们投票的结果 然后呢 然后 来讨论 这一套 宪法 可能给每一个投票者 带来什么样的自由 不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自由 这是阿罗的贡献 我们直接就从现在 讲到了今天 这个最核心的那部分的 新政治经济学的经历 在这儿他引了 康德勒 是爱河特的文章 然后呢 就是三下无法回避的结论 这是刚才 这是文章的结论了 我们在复习一遍 第一 任何公共政策的效果 都只能 是主观判断 每一个人 判断这项 反改政策 是好 是不好 没有一个所谓机体判断 什么是机体判断 这早就扫定了 在三十年代 末期关于社会主义的 大编论 结束之后 由建枪决败 已经勾搏 都不提了 主张是主观的 而不是客观的 第二 任何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 都涉及道德判断 个人的道德判断 这引则后来的假日偏好 第三 第三 不是这点还是重复 就是自由 就是运用权力的自由 这两个例 与胁迫同样属于 伦理学的范畴 但是这不是第三条结论 第三条结论是 这儿吗 右边的被告 就是所谓 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 就是反思的层次 对公共政策的目的 和手段的批判性的评价 就是critical 批判性的评价 这一评价呢 是随着人们的道德判断的演化 而演化 这是非常超前的看法 第三个看法 这只是今天 演化社会理论 这几位学者 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样吧 他每看 都带出一些 你 你 某一看上去 你觉得 怎么就 招边了 这种问题 他就 这提出为 类似的这样的 你看 人类理解力 导致这样一种 类似本能的欲求 就是要获得 关于生命体验的 简单的和 一元论的 机械论解释 不过这一欲求 内在里注定了 给人类自身 给这个 求解答的人 带来寻价 这突然放过来 这一段 然后 要追问 为什么我们 有这类欲求发生 这是一个 康德所谓 人类学问 所谓的简化 你要看 要是更难读了 实用主义 沿着实用主义的思路 他说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没有 此类欲求的人 他的后代 生存的概率更巧 这是计划论的思想 人类难以生存到今天 突然拿这个 结束 这样呢 带到 把我们带到 阿罗的博士乐 就1951年发表的 最 今天仍然是 经典 教科书 核心内容的 那个定理呢 还有一篇 耐克的文章 也在阿罗这篇 文章里引述了 就是 耐克在1944年 就这个文章的 最后部分 关于计划经济的 这个分析 计划经济的问题的分析 这是很 很这个 有一些几乎 就是激烈到了 几乎其他计划 这在耐受个人的 是很少见的 就是 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即将结束 西方 西方的思想者 要探导 如何重建 战后制作 比如说 马逊计划 国庄出 振兴等等 日本怎么对付日本 如何 这些 耐克 是耐克思考的背景 然后呢 他 他 讨论 集体理性 是否可能 如果可能 是否有什么样的 理性性 这样的问题 所谓集体理性的问题 正是集体理性 集体理性 成为刚才 阿罗 成为刚才 我们没有 不能详细展开的 就是阿罗先引进了 个人的价值天号 然后通过一个 政治的过程 比如天才的政治家 找到了一个算子 或者是傻瓜政治家 乌七八糟很复杂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 一直政治继承 然后 非常复杂的一个 社会过程 政治过程 也出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 不管了 中间这过程 都是具体的 你都可以放在 那算子里边去 现实 总之 最后有一个公共同策 总不至于 大家跑了十年二十年 一个都不出来 是不是 那就是什么 那就不行 那叫非决断性 咱们先把它排除开 先要有决断性 不管是什么 乌七八糟的过程 有决断性就行了 就纳入阿罗这个 社会选择算子 然后关键是看 社会选择算子 是一种集体的结束案 不管怎么样 是collective activity action 是一种集体行动 那么阿罗呢 在接着 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 到底是不是有理性 可不可能像社会主义 理想的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 乌头帮 这个学者 当初设想的那样 人类可以由社会主义 而变得 一切都充满着理性 优美 理性 耐克提出的这个问题 阿罗 有不可能性定理解答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14年 耐克林先生 拿个标题 他提出了问题 他的学生 解答了这个问题 今天的报告 正好结束了 如果有些问题 还可以问 我说 我说 这就是 我说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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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我先说 感谢观看